哈喽,大家好 这一颗蝴蝶兰是我大概在2月份买回来的 买回来的时候根不太健康 就带花把它转到现在这种桃栗根水苔的种植方法 它的花非常的美 它的花瓣不像一般超市买回来的蝴蝶兰那样 花瓣都是圆的 它这个花瓣带有一点圆生种的味道 而它花瓣的颜色也非常的少见 是一种粉纸式或者是说粉蓝式的颜色 我一看就非常的喜欢 从2月份买回来之后就一直开花到现在 到最近开出来的这一朵花才让我有更大的惊喜 看一下这一朵花 刚打开的花它居然有三个花半色白色的 而只是珍珠白的那种白 这颗蝴蝶兰从2月份买回来之后 前前后后差不多有20多朵花 花的颜色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唯独最后开出来的这朵花就有了异样 这盆蝴蝶兰在我看来它有好几种圆生种蓝花的影子 这些蝴蝶兰都是杂交的蝴蝶兰 在开花的过程中有的继承了父亲的遗权 有的是有母亲的遗权 有的是父亲母亲杂交而成 这盆蝴蝶兰是有续花性的 之前买回来的时候这些花都在上面 下面这一串花是后来才长出花苞开出来的花 刚买回来的那一串花的花瓣 开出来的颜色都比较正常 每一朵花的颜色都比较均匀 我在想这一颗蝴蝶兰会不会有原生种 顿花蝴蝶的遗传呢 顿花蝴蝶兰开出来的花是非常随意的 每一朵花的花瓣的颜色都不一样 每一朵花都是要等它开花了 才知道它的花瓣是什么颜色的 我现在非常的好奇 这一颗蝴蝶兰是有续花性的 它会不会新长出来的花苞 开出来的花还是有另外一种选择呢 上面那一朵花虽然有两个花瓣是接近白色 但是它还是有粉色在它的花瓣里面 下面这一朵花就完全是洁白的花瓣 这一颗蝴蝶兰买回来的时候 根的情况不太健康 当时马上就给它换到 桃利根一点点水苔的植料来种植 当时也发了视频跟大家分享 过它详细的换植料过程 换植料到现在已经有三个多月了 根长的还可以 但是好像没有看见它有新的根尖长出来 因为它不断在开花 所有的营养都供给了花朵 根就没有固上了 等它开完花 它就会慢慢的长出新的叶子 再长出新的根 我以前种蝴蝶兰都是非常的紧张 每天都要观察它的根啊 叶子啊长得怎么样 总是担心它会不会烂根 兰花会不会死掉 越是担心兰花就越种得不好 我现在对种植蝴蝶兰都是采取散养的方法 顺其自然 这样反而蝴蝶兰根本就不用担心 也长得非常的好 俗话说 越担心什么就越来什么 越担心花会死 然后花就会死掉了 所以我们在养蓝花的过程中 尽量放松心情 该浇水的时候浇水 该施肥就施肥 开花了就尽情的赏花吧